不行不行 腰痛 一只腿先出来 然后另一只腿出来可以吗 我这样做的腰不痛啊 我觉得这里面可以做好多个 我这里面还可以再做一个 我可以出来 我跟你说 我这里破了 这里这么长 偏做后面像拉到了 像被刀划了一样 真的啊 真的 腿破了吗 对 我昨天穿短裙才发现 下午 天呐 出血了可能 对 出血了 哎呀 我们去看下一台车吧 这台车后备箱已经装完了 以后我觉得在车里还是在副驾驶 以及后排都没有在后备箱里面的感受好 因为没有做过 不行不行 我们要注意音容仪表 注意音容仪表 这一台的一个尾翼啊 它的一个家装 从它刚刚给大家说的四个点了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尾翼啊 刚说到轿车你家一个尾翼的整体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包括它的外观以及后方来车 对它的一个安全性都是很好的 而且这个尾翼是一个碳纤维的材质 碳纤维材质它的一个轻度 它的硬度很高的同时又非常的重量很轻 对吧 袋子都掉下来了 没有 我有袋子吗 说有袋子 没有袋子啊 嗯 没有袋子 欢迎告白气球啊 欢迎向日葵 欢迎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一个下包围啊 它整台车的颜色都是非常统一的 整台车的颜色都非常非常的一个统一 因为它的你看 就我觉得它的颜色不同一 就是在它那个碳纤维的材质上面是有点区别 其他颜色都是一样的 包括它一个熏黑的一个下包围 然后它的尾管的一个喷的漆都是一个熏黑的啊 药液的配置就是整个体都很好看 整体都非常好看 嗯 后患今天不穿裙子了吗 因为我想穿裤子来突出我的专业 而且我的腿受伤了 嗯 就是每天给大家穿裙子穿的 感觉这台三系比M3好看 那三系呢也是宝马的灵魂车系嘛 那M3是Empower 它是性能车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三系的性能车 因为是对应起来的M3 对吧 它而且是一个四门的 那M4呢就是四系的 它是一个双门的 这样你一一去对应就知道了 对吧 了解一下 嗯 5系新款什么时候上市 那新款的话 宝马喜欢在9月份做一个改款 那肯定要在9月份之后啦 X3的话我们是在9月中途会到店 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大家直播 嗯 很受伤了 对被划了一刀 被划了 然后出血了 我们去看下一台车型啊 大家想看什么车型 可以在公平下方抠出来 今天我们第一台车看了M3 第二台看了3系啊 先去看第三台车 先去看第三台车啊 把马4系推出3.0的版本了吗 嗯 4系的话我只看到过425 430应该是有的 但是我们目前没有到店哈 看X5后排 那走吧我们去 大家想看X5后排吗 感谢 感谢冰莫送出的大啤酒 谢谢 看5系标准啊 那这样子吧 我们X5跟5系选一波 5系标准刚好我们展厅里面是有车的啊 嗯 X5跟5系大家选一波啊 两款车都非常热门 这样看我的腿还是蛮长的嘛 对很长还蛮长的嘛 嗯 欢迎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嗯 欢迎柠檬茶 欢迎爱国小青年 我们去看下一台车啊 想看X5的扣1 想看5系的扣2 我们现在继续看 对正好现在直播间人不多啊 大家有什么想看车型都可以扣在公平上 大家有想看车型 我们今天基本上都可以带大家看到 我们就是看大家谁谁谁先想看什么车 想看5系的扣2 想看X5的扣1 好吧 谁先扣出来就带谁去看啊 想看5系的扣2 想看X5的扣1啊 嗯 那X5是1 走吧 那我们现在去看X5 嗯 5系改款现在可以订购吗 嗯 可以订购吗 5系改款吗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一代 这一代的一个5系的一个9月份 是一个小改啊 基本上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 对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刚刚那个晚童先扣了1 所以我们来看X5啊 晚了一步啊 晚了一步 这台车也是一个碳黑的外观 但它是一个咖啡的内饰 刚有人说过就觉得摩卡车才是最经典的 咖啡其实也很经典 两个颜色非常相近